台股加全值數 再創歷史新高 震盪大洗盤 該獲利入袋嗎 記得訂閱 David 頻道 我們節目正式開始 全國投資者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線 我是David 來再度恭喜各位 今天股票又漲停板了 2027的大成鋼 連續兩個交易日亮燈漲停 好 講股票之外 今天我們把節目重點 犯在盤中的變化 其實一個月前 David就跟大家講過 台北股市會再創新高 17709 4月29號這個數字 你很快就會忘記它了 其實我相信再過兩天 你不會記得這個數字 台北股市今天早上 再創 歷史新高 17713 好 Anyway 指數創新高 果然引發了不小的賣牙 來觀眾朋友們請看我的電腦 新高 不過緊接著 哇 你看這個幾殺 很猛喔 一路殺到9點450分 才開始反彈 而且今天帶量喔 台北股市現在沒收盤 預估量是5900億 至少5000多億 這個量是比較大的 那是要緊嗎 需要獲利入代嗎 好運股鋼鐵股 我們所創這些標股們 長這麼多了 需要獲利入代嗎 還是要繼續咬住呢 繼續買進呢 這是今天節目的重點 來觀眾朋友們 請看我這邊一下 我想問問大家一件事喔 如果你今天早上把股票賣掉了 會讓你賺比較多嗎 如果你今天早上把股票賣掉了 你會賺的比較多嗎 這個答案也可以分兩個部分來回答 台北股市很顯然這一波的強勢主軸 就跟David跟你預告的一樣 6月份的台股 類似今年4月 一個月前就跟你講過了 今天是6月29 沒錯 今天是6月29 一個月前 5月底 David就跟你預告過了 6月份的台股 會漲全場原物料 因為通膨 因為FOMC會議 所以我請你用力的 瘋狂的買進散裝航運 買一缸子 鋼鐵股門買了不少 所以直至今日為止 台北股市你回頭一想 這個加權指數的震盪有出現 沒有錯 但大成鋼還在漲停 鋼鐵股全面性的大漲 中鴻2014也快漲停 這不是David這兩天叫你先進場的股票嗎 那這跟指數有關係嗎 好 你再回頭想想 來全國會員朋友們 David show我今天的寇訊給你看 全國觀眾朋友們你可以看 David是幫助照顧我們的會員的 來請看我的字卡 來全國好朋友們 用漲停板寫日記 我說過 會被David幫你出一半 另外一半標股買單 再次感謝全國好朋友們的熱情參與 我們一起用漲停板寫日記 來請接著 這是David今天9點40分左右的會員訊息 加全指數創新高 這遇到之內我講過很多次了 指數創高後的小小震盪 David寫的是小小震盪 請務必咬住標股 來觀眾朋友們 剛剛那段內容怎麼用 我們直接套用在個股身上好不好 我直接示範給你看 請看我的電腦 早盤大成剛漲停 恭喜會員朋友連續兩天漲停 擊殺 什麼時間 9點半過後擊殺 David在9點40分發寇訊告訴會員 咬住不要賣 小小震盪無需理會 咦 老師蠻準的 又死回去了 咦 中虹 早上也快漲停 昨天跟上朋友們 昨天早上9點17分買中虹 連續兩天差點漲停 咦 老師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Baby發寇訊告訴你 咬住不要股 不用趴 咦 又死回去 你有沒有注意到 零首松的傳產原物料個股 包括航運鋼鐵都一樣 幾乎都長這樣 這也是David盤中告訴你 我說這個 投資喔 現在時間已經快收盤了 為什麼David的節目是在盤中告訴你 對我而言 一點半收盤後錄製節目 跟一點半收盤前錄製節目 對我來講差異性不大 為什麼 我不需要等收盤 才能告訴你答案 我很早之前先告訴你答案 所以最近這兩天蠻多 跟上我們 那個 一起用張鐵盤寫日記 這個優惠案的朋友 他們有拿持股給我看嗎 真的 我真的很感謝所有訂閱 支持David的好朋友們 我拿到持股 我看一下 哇很強耶 全部都航運鋼鐵 真的 有好幾個喔 手上的持股喔 全部都跟David一樣 要買航運 要買這個行業 買一缸子 我就跟他講一句 接下來按照我的節奏 就好了 不用急著賣 你按照 David要賣的時候你再賣就好了 為什麼我說這個很感謝各位 就表示 我跟你講了一個月 我說你就是6月7號 8號 9號 10號 11號 天天買散裝行 玉民 惠陽 星星對不對 從惠陽最貴嘛 66塊嘛 玉民5556塊 最便宜就是256塊的星星嘛 自己挑 我每天都買同一檔 連續5個交易日 6月7號禮拜一 6月8號禮拜二 一路買禮拜一 禮拜二買到禮拜五 每天都買一樣的股票 我也不怕人家笑 我說老師你都每天都買一樣的 連客戶都挨啊 買到你受不了 老師全世界沒股票 每天都悉心玉民惠陽 悉心玉民惠陽 你再回去看看那個K線 來觀眾朋友看我的電腦 我覺得故事這個東西就是我剛剛講的過程 很有意思 過程很重要 不要只上談兵沒意義 務實一點 6月7日台北股是重挫 記不記得 我說那天是絕佳的買點 心滿意足的買點 記不記得我講的 我說指數會創新高 來 6月7號買 新星 6月8號買新星 有沒有 在這裡 如果大家不清楚我把圖放大一點 來 6月7號買新星 6月8號 9號 10號 連買5天 每天都買新星 每天都買玉民 每天都買惠陽 所以你光看這個節目 你訂閱這個頻道 你滿手都是散裝行啊 滿手都是啊 David惠元也是啊 你就這股票買最多 買超級多 幾乎都是集中火力重壓在上面 連買5天就算了 在我們的客戶講 老師你連買5天也就算了 你不是常常現漲停 你怎麼散裝行買了5天 一天通通沒漲停 好朋友們 傳產股是傳產股 它跟電子股最大的不同點 我等一下會講 所以你一定要照David的Temple去買 你再來回來看看現在的結果是什麼 請看我的字卡 過程很重要 好不好 來我們先看結果 這是截至昨天為止的收盤價 今天6月29嘛 還沒收盤 所以今天自己加 來260多玉民 6月7號 8號 9號 10號 11號 連滿5個交易日 55 56 57 到昨天到昨天為止 5成了 好 2605的新星 連滿5個交易日 6月7號 8號 9號 10號 11號 成本26到27 昨天90%了 今天如果加上去應該就快100%了 我估 6月 6月 還沒有過完 你已經賺一倍了 對 觀眾朋友們 就是你 你照我的方法買 你的心心賺一倍了 而且我的買法是 我買幾塊錢到今天喔 這樣賺一倍喔 不是從股價的低檔 地板上那一點來跟你算的喔 真實的操作 是我買幾塊錢 我的成本價是多少 叫屁叫狗 這才叫務實 不要每天都 買最低賣最高 中間多少價差 真正的操作不會長這樣 好不好 來 觀眾朋友們 再看我的字 2637 會陽 7號 8號 9號 11號 欸 老師 66 67 68 69 有沒有 50%到60%了 欸 觀眾朋友們 今天 新興漲 育民碟 會陽也跌喔 Dary跟你講什麼 標注標股 欸 為什麼這件事聽起來很熟悉 因為我前幾天也跟你講過一次 上禮星期三 來 觀眾朋友們 回憶一下 上禮星期三 航運股發生什麼事 全部跌停 記不記得 來 請看我的字卡 上週三 第2日3號 實在說 過程很重要 不要只看結果 上週三 航運股全部跌停 欸 老師 6月23日8點49分 還沒有開盤喔 我說我們散裝航行王的三檔連續三天漲停 請繼續咬住標股 另外有些點子股很棒的 我就是那天去買306金好克的 好 Anyway 你仔細看 還沒開盤前就告訴大家咬住標股 欸 老師 按照當天的收盤來看 剛剛那個抠訊是 落差啦 掉漆 真的啊 來 觀眾朋友們 你再看那個字卡有沒有掉漆 你早上還沒開盤 叫大家咬住標股 散裝航海黃 咬住 收盤全部跌停 對不對 我要是你 我一定 圈圈叉叉都出來了 我還在這個節目上公開告訴你 我的口訊長那樣 股票跌停 但我早上跟你講 咬住標股 結果是什麼 結果你已經知道了 後面又連續漲停 這David常講 我說齁 籌碼這件事有些人不明白 但你從籌碼的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這股票沒有漲完啦 來 觀眾朋友們 記不記得我上次怎麼講的 看完電腦 星星 連買五天之後 股價發動 這一天就是跌停板的 6月23日盤中跌停 跌停是36塊 對不對 注意看 這一根誰買的 這一根紅幫 投信小小買 不是投信 是外資 這裡外資小小買 有沒有 外資小小買 外資小小買 所以外資其實 最不太到他的股價 有沒有看到 你再看另外幾檔 另外一區 2637 惠陽 有沒有 跌停板在當下 咦老師 這不就是法人賣的嗎 對 有沒有看到 三大法人買賣差在這裡賣出 有沒有注意到 賣完之後股價創高 這代表什麼 你不是走這一檔 來 2606 玉米有沒有看到 跌停板有沒有 三大法人賣 砍在地板上再創新高 有沒有注意到答案是什麼 這David跟你講的 你真的覺得法人法力無邊嗎 還是David知道的更多呢 其實邏輯很簡單 台北股市的多頭沒有變 今天也是 上次禮拜 上禮拜三也是 這種方法 這種邏輯 你就可以理解 這個多頭 在創高的過程 包括加權指數 包括個股 都一樣 很多人是抱不住的 早早就想獲利了結 創高就想賣 結果呢 賣完之後更高 你的長榮 你的陽明 你的萬海 難道不是嗎 你的新興 你的育民 你的會陽 你的二六類 航運類的標股 比比皆許 這就是David跟你講的 台北股市還會很強 甚至現在六月底 來到下個月 我個人預估 如果 傳產原物料行情 沒有變 因為通膨 不會變 可以理解嗎 所以 這些股票 依舊是台北股市的主軸 只是說哪邊還有新的而已 好 那所有好朋友們 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提醒 前一波David 買的一些電子股 不是連續漲停嗎 像3149 政達啦 三五二同志 高檔的地方 讓David都有慢慢的獲利了解 原因就在於 電子股 是輔助的 目前來看 傳產股還是詛咒 因為電子股呢 還正在加溫而已 所以要分段操作 給您做參考 歡迎朋友 你看寇旭尼的一清二楚 David的航運股會連買五天 但我電子股不會叫你這樣買 可以理解嗎 好啦 剩下最後一點時間 來看一下我的字號 好啦 台北股市呢 未來行情我分析完了 那有聽清楚的朋友們 好好參考一下 還不曉得怎麼做的 跟上腳步 散裝航海王 恭喜各位 這個月還沒過完 新興已經一倍了 那前兩天 上星期五買的華新 昨天漲停 今天大漲 昨天買的中虹 所有跟上用漲停班 寫日記的朋友們 昨天早上9點17分買的中虹 昨天先買先漲停 今天又差點漲停 這就是David的操作 很簡單 簡明二要 而且我 通常一天只買 最多一檔股票 我不會讓你選的 David買股票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很多來 每天有收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你的持股跟我的持股 基本上是一致的 希望你會喜歡 用漲停班寫日記的這種方法 再次恭喜小朋友們 這個月份 我們手上的持股 到今天為止 已經有26根漲停班 25還是26 我拿算一下 好 各位 那最重要的 有興趣一起用漲停班寫日記的朋友們 把握機會跟上腳步 來 看一下我的字卡 我們一起用漲停班寫日記 優惠方案 會費 就照我講的 我David小弟 幫你出一半 另外一半 你的新興育民會洋 你的航海王 你的鋼鐵人 隨便一檔都可以幫你輕鬆買單 有興趣的朋友們 直播我們專線 02-6630-3231 節目呢 最後一點點時間 投資喔 不外乎是你要 要宏觀的角度去了解市場跟產業 真的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小錢你也不要捨 漲停版 得比分享會給你 跌停版 我也照樣跟你講 這才是操作 與您做分享 再次恭喜好朋友們 繼續用漲停班寫日記 至於明後天會輪到誰來漲停呢 請各位好朋友們 不必跟上腳步 咱們明天見 好朋友們 比賣